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情字是用主观偏思好恶跟这个喜怒来理解 那么加以超越之后所谓的无情就是扩然大功了 连自我都超越了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冷香丸的命名以及它的象征意义 我认为讲得最好的还是知焰斋 那事实上呢我先跟各位坦诚一件事情 是我自己先对那个《红楼梦》的文本 先做一个全面的爬梳跟反复思考 然后我觉得冷香丸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那个意思 我们一般人怎么看冷香丸知道吗 就是冷就是指薛宝钗人格是冷酷无情嘛 那香呢香就是指它外表很美艳嘛 他们的解释都是这样 然后我常常觉得这个说法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我有个疑惑 谁规定冷是在讲人格香是在讲外貌 难道没有可能是香是指人格冷是指外貌 不是吗 这两个字是相提并论的 谁有 我们的作者何常跟你说冷是指性格 来解释香是指外貌 为什么不可能反其道而行 是香是指他的性格冷是指他的外貌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有谁跟你说只能那样解释 那么假如我们不认为薛宝钗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的话 那么很显然冷香丸的冷字不能做无情来解释 那么香也不一定就是指指他的外表 那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重新推翻既有的一种诠释的框架 然后我们重新认识他有什么其他解释的可能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做了很多的一个分析 最后呢我发现在看到支批的时候 我觉得支批的看法跟我一样 所以我采用他 那这是因为我想只要我们不有成见 那么实际上你也许都可以达到跟支批一样的认识 那支批怎么说呢 他说啊立看言良知看甘苦 这个看字不晓得有没有错字 不过他的批语是这样写 立看言良知看甘苦 虽离别亦能治安 故名曰冷香丸 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立看就是看片了这个言良对不对 事态言良各种得失融入 他也深深呢了解你看知看甘苦 他知道人生的各种甘苦的旷位 以至于他能够做到一个地步 原来历尽沧桑之后可以带来智慧 可以带来一种稳定 可以带来一种平衡 你就不会被一些小小的三毛钱五块钱的损失 而影响到你的心情 那这就会让你虽离别亦能治安 所以即便遇到离别这种人生最痛的遭遇 你们不要忘记江淹的别覆里面开宗明义就说 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异役 只有别可以说是比起死亡而言呢 可以说是最惨痛的一种人生的痛苦的来源 所以李商尹也曾经说 人生死前唯有别 除了死真的是离别是人生最痛入骨髓 那就是惨痛心魂的一种经历 连这样的离别我们保采或者是这一类的 受到这种儒家高度教化的这种超越性人格而言 他们都能够在这样的经验中都能够自我安顿 你就可想而知 这真的是一个学问带来的一种 灵魂的一种高度的持平 所以呢我们实验在说 这样的人格才是冷香丸真正的象征意义 好 那么我请你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曹月琴他在小说里面呢 其实也有呼应到虽离别亦能治安喔 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啊 薛宝菜的柳旭词里面 就在大家只偏取其中的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清云的前面嘛 不就是这个虽离别亦能治安的同步表现吗 他说什么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 有没有就是无论这个世道怎么样的变化 我都不改旗帜 那么聚散无常随聚随分 我就顺着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变化 可是呢我的心依然稳定如常 我依然谨守我人格的重量 然后呢不去失去平衡 这样懂意思吗 这不就是虽离别亦能治安的绝佳表达 而且是薛宝菜透过柳旭词所做的一个抒情研制的自我表述 懂意思喔 所以呢这样的理解冷香丸才是对的 所以呢我想有支批这样的一个解读 我们的根据应该是很充足了 但是呢要如何更了解冷香丸的其他复杂的象征意义 那就是要透过整个文本做精密的一个探讨 好啦所以简单来说 好简单来说冷香丸的冷字 我认为应该说的就是它的冷静 不要忘记冷静不是只有冷酷这一个复合词啊 它还有冷静对不对 好那么香呢也可以说明是一种道德 所散发出来的芳香 人格的芳香 你们不要忘记薛宝菜住哪里 很无怨 为什么叫很无怨 因为它种了很多什么 香草 好而那些香草我们早就说过了 在储慈的那个系统底下 它早就被视为是君子贤人的道德象征 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呢冷香丸绝对不能孤立 也不能够断章取义 那么我们简单先做这样一个结论 现在重点就是要来谈 那冷香丸有哪些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地方呢 做着这么费心为它设计的这个冷香丸 结果呢我们通通不看 或者是很初心的找一些我们想要的材料来解读 我想这个才太辜负作者了啦 所以我们下面的专题 那就是冷香丸这个专题 那冷香丸当然非常的费心 而明显的它处处充满了象征寓意 但是呢要了解这些象征寓意 都要仔细爬梳 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宝采是生什么病 为什么他要吃冷香丸 像你们平常都不吃药对不对 对啊如果你们也得吃冷香丸的话 那就有一点严重 也有点戏剧化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严重呢 这就有趣了 如果你们要吃冷香丸的话 我必须说这在现代一定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呢 宝采之所以服用冷香丸的情况 在我们现代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无奇的一个常态 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缘故 那么我们就要来先 一样按照我们的一个程序啊 事先让大家看一下 从清末以来 喜欢《红萌木》的人 尤其是那个扁拆扬带派 他们最喜欢做的解释是什么呢 他们会这样说的 来请看一下 他觉得宝采这个人 当然是为了要来衬托林大玉 而设计的一个大坏蛋 是一个坏人 那么所以清代的解安居士呢 他就说啊 此书继位平平而坐 他说这本书是为了林大玉而写的 则凡与平平为敌者 自宜予以辅月之扁 你看他用斧头怎么砍他一刀 嘿 他说我们要用这么严厉的方式 去对待这个林大玉的对面的反派 所以呢 宝采智云从胎里带来热毒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坏了 坏到骨子里了 一出生就抱着祸胎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 真的 你们到处去看 我们的洪学论述呢 一百年来都差不多 不离其中啦 但是 其实这段话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 《红楼梦》这本书真的是为了平平而做的吗 当然不是啊 你如果说此书是为贾宝玉而做 好像合理一点的可是都不对 这本书不是为了贾宝玉这个人而做的 这本书是非常复杂的呈现整个个人家族 甚至整个世界的某一种哲理性的那一种反思 只是透过很多具体的人事物来呈现而已 所以他不是为了一个人而写作的 也不是为了作者要来发泄他心中的某一些冤愤不平而写 这个都太小看《红楼梦》 所以这个话本身就不对 所以呢 加上你说凡事与贫贫为敌者 你都要用辅月来秉低他 那这个呢更是我想作者 读者已经有太强的某一种好物的成见 这个呢都是我们应该要避免 要扩然大功好吗 要无情 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运用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大约知道一般的常态 说不定在座很多同学们也隐隐约约 或轻或重的 有这样的一个解读的立场 但是我很希望我们一切回归到文本 仔细看作者留给我们什么讯息 然后呢来理解到底呢冷香丸的含义是什么 好所以首先我们得要来看一个问题喔 他竟然要吃药就是他生病嘛 但是他到底生什么病呢 我们总得先理解一下嘛 然后不要只说从胎里带来热毒 于是呢就直接把他当作是一个毒辣 然后呢热衷功名利禄的一个先天的坏胚子 这样来理解 那这个都有点望文生意 我们来看一下小说里面怎么样来谈 这个薛宝钗他生病的原因 跟他的一个情况 所以第一我们来谈他致病的原因与原理 首先呢这就是出现在第七回 你们对这一段应该要非常的熟悉 那么就因为呢他那一段时间啊生了病 总不出门 所以周瑞加的要送公花啦 送到他那里 所以就顺便问候一下 到底最近是怎么样啊 怎么都没有出门啊 哎你好几天不出门 同学是不是也都会着急的来打电话 问你情况怎么样对不对 那结果呢就在这一番对话当中呢 那么宝钗就说了哎呀别再提这个病 真的很麻烦 来在第七回一开始的第一页里面有提到 好一二三页 那么倒数第四行 宝钗说只因我那种病又发了 所以这两天没出屋子 那周瑞加的就说正是呢 那姑娘到底有什么病跟儿也 哎对不起我要补充一句闲话 病跟儿 因为我们台湾国语喔 台湾的国语不大有这个儿的发音 所以我们常发的不好 但是呢没关系 发的好跟不好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个知识大家要知道 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加个儿这个一个尾音 你们说啊这是北京话对不对 北京话常有的 对没错 我们都知道北京话常常就加个儿什么 这个我不会讲 其实不刻意的话我可以讲得很溜 但是要刻意讲就不行了 我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 那我告诉你们一个 我前一阵子学到的知识 好有趣我都不知道耶 原来你看红楼梦 你不是也常常加什么凤姐儿 什么什么儿一堆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 要加这个语助词或尾音儿的那个词汇 要注意一定是要小东西才可以 大东西不可以加 你不能说飞鸡儿会笑死人 真的卡车没有这样 你会被人家笑死 哎呀不是北京儿 懂个意思吗 会加儿的都小小的可爱的 所以凤姐儿是因为他很苗条 你们知道吗 也很漂亮啊 所以有点亲密可爱的那种 才会加个儿的知道 所以你看这个病根 病根看不到小东西 所以也会加儿 所以很好玩 这是荆启宗 就是我以前跟你们介绍过的 乾隆第八代的直系的那个爱信觉罗氏 好当然后来民国以后都没落了啦 但是呢他们是有这个出生 所以也知道很多王府满族人的满族 满清那个血统的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 他们看他们讲我们真的都不了解 《红楼梦》里面真的反映很多 真的是满洲人 这个就是奇人风俗 这个是你无庸会言的 好这个是忽然想到啦 跟你们分享 所以要注意不能讲那个巨蛋儿 这个就很好笑 这个不会加儿的 好那我们就开玩笑 那现在就回来 那周瑞嘉德就说 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儿 趁早儿请个大夫来好生开个方子 认真吃几剂 一试儿 一试儿就是一口气 我们彻底就把它除了根才是 小小的年纪到做下个病根儿也不是完的 那宝采听了就笑道哎呀再不要提吃药 他说为这个病请大夫吃药 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阴之前呢 好金山银山就是为了治病 好注意一下哦 下面这句话注意 凭你什么明依仙药 从不见一点儿笑 有没有说一点儿 好一点儿才可以加儿 好从不见一点儿笑 请注意哦明依仙药都不奏效 那么就这点来讲我先提醒你们好不好 我们有另外一位顶足而立的另外女足 她的病呢也是请了明依仙药都不奏效的 她得要去出家才能够除病根 才能够彻底病好的 那个人是谁林黛玉 所以你们知道这两个人在这一点上面 已经有一点点接近了对不对 他们相似的地方还很多 所以请你们注意这种呢 都不是一般的疾病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疾病 来自于你的土木形骸所产生的问题 那个可以透过一般的世间的医生跟药方来对治 但是显然他们都不是一般的病 好所以呢 凭你什么明依仙药从不见一点儿笑 后来呢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 说专治无名之症殷勤他看了 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又暂停一下 这个就叫做无名之症好不好 就是你一般的医理所没有办法解释的疾病 可是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林黛玉的事也是无名之症 所以红楼梦为他设计了一个 怎样的疾病的根由的解释 所以很后摄的给他一个神话 我暗示到这里了 就是神阴降诸的末时前蒙嘛 那一段神话其实是一个后摄性的 要来说明林黛玉为什么这么爱哭 所以他要还累 有没有 然后他爱哭的人一定忧愁忧思 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欲竭 所以他才会丰路倾仇骂 懂意思吗 就是为了来解释他的这种性格 所以才给他一个先天的神话式的一个解释 你们要懂这个意思喔 所以红楼梦的神话 你不能用科学来解读 他根本上只是为了要说明这些人物的性格 跟他们的某些特质 然后用神话式的来做一个说明 好然后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 请你们注意提供给这两个人的无名之症 我们林黛玉是不是名义现象 也治不了只好去出家了嘛 好然后呢注意帮他们呢暂时的 或者是永久的治了病的人又都是谁 和尚 我们之前是不是都讲过 和尚专门是度化女性的嘛 所以你看又都是和尚提供的药方 只是林黛玉的药方是要化他去出家 那宝采呢没有那么严重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 为什么他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所以治的方法也不同 那林黛玉病根太重 他的个性呢太钻牛角尖 他的身体太脆弱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冷香丸的方式去治 他必须要整个出家才能够断根 但是呢我们薛宝采 因为他性格比较健全 各位我们常常提到这一点 所以他先添魂后 这个魂后就能够比较抵挡得住 林黛玉挡不了的那些东西 所以用这个药方就可以 我先简单说到这里 我们有很多证据 那下一次应该就可以把这些 都做一个完整的交代 只是你们先听我讲结论 所以呢 所以我们的那个和尚 给他的就是所谓的冷香丸 好啦 第124页呢这边就有提到 他的治病的因有是什么呢 和尚说了 他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请你们注意下面的话 先不要只抓到热毒 然后就要开始呢 丢石头丢斧月下去了喔 而是要往下看 他说信而先天壮 看到了吗先天壮 所以他表示说 不管是他的身心 各方面都比较强健 所以比较能够抗拒得了呢 这个疾病所带来的影响 不至于致命 这个是重点 但是林黛玉不是他太脆弱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第三回 第一次来到贾府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他有一股什么不足之症 有没有 看他的那个有先天 什么不足之症 有没有 他是一看就知道先天不良的人 好 那么作者又用神话来解释 就因为他在 他非常的柔弱 各位不要忘记耶 他在前世的时候 那一刻降出现草 没有神因路过 发了好心灌溉甘露给他 他事实上是注定要怎么样 他是要哭死的 他本来就是那种奄奄一息 已经是非常脆弱 已经僵死的那种状态 那是神因 那么用甘露把他救回来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甘露是不是 就是观世音 有没有 他的那个瓶子里装的就是甘露 可以起死回生了 所以才能够把这颗草给救活的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颗草的千天不良 是从前身带到今世的 好 那果然他又非常的消瘦 病如西子剩三分 然后被人家一看就知道 有什么先天不足之症 你就可想而知 他是先天不壮 先天不良 然后呢 以至于一直到今世 他一直在一种非常脆弱 而容易呢 这个出现伤害的状况 好啦 所以呢 他就跟我们的宝采不一样 因此呢 宝采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非常健全的先天跟后天 那么母亲的教养啦 各方面啦 家世的背景啦 所以这样子的疾病呢 对他就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说还不相干 所以如果只是吃寻常药呢 是不重用的 所以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 然后又给了一包药末子做影子 亦相亦弃的 不知是从哪里弄了来的 请注意一下 不知从哪里弄了来的 这一句话旁边有支批 太有趣了 他支批怎么说呢 之前在有一个批语是 魂厚故也 他非常魂厚 这个魂厚不只是体质喔 还包括他的心量 这个人心是很魂厚的 所以不会为了一些小小的情感刺激 那么就大喜大悲 他不是这样 可是临带欲试 好这个就是差别所在 然后呢 所以支批接下去说 魂厚故也 假使平凤背 不知又何如致之 他说假如你是让平 平就是林大玉 那么凤是谁 王熙凤 王熙凤 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说 是生量苗条喔 他吃饭吃很少的 你们知道 然后事情又那么多 事实上他是不是很早就生了很重的病 这个事实上是有影响 好 所以支批就说 你如果是让林大玉跟王熙凤 这一类的人 得了他这一种所谓的胎底带来的热毒 那就没办法治了 那个不是冷香完就能够压抑住 解决得了的 这样懂意思吗 好 然后呢 在不知从哪里弄了来的这段话旁边呢 支批有一段话 他说的是呢 清不知从何处来 我却知道 他是从呢 放春山浅香洞 什么什么什么 炮制而来的 放春山浅香洞 就是太虚幻境的所在 好 所以呢 请各位翻到第五回 好吧 第五回我们甲宝玉神犹太虚幻境的时候 来当然首先就是要遇到景患来带路 84页 好 当他欣赏完这些什么这个绿树清晰 人机喊逢飞成不到 然后又看到这个女儿女子的声音走出一个人来 好我们作者用平纹来渲染这位女神的那个美丽喔 然后来请看84页 那段评文后面我们就先看 他说 宝玉剑是一个仙姑 喜着忙来坐一问道 神仙姐姐不知从哪里来 金庸的神仙姐姐就是从这里来的 好 好 好 然后呢 所以他就问 那如今要往哪里去 也不知这是何处 那么望起膝带膝带 好我们宝玉迷路了 结果仙姑就笑道 无惧离恨天之上 贯愁海之中 乃放春山浅香洞 太虚幻境 仅幻仙姑视野 好长的名号 懂吗 就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里面 只要是那个剑客 那大侠出现 是不是都一长串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知道武侠小说 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喔 我只要提醒你们 可以做问文的题目 好总而言之 你们现在总该知道了 当支批说 你不知道这个药影子 异乡异弃的从哪里来 我却知道 他是从那个什么 我贯愁海放春山浅香洞 那里来炮制而成的 你就可想而知 原来冷香丸是来自于哪里 太虚幻境啊 对啊 那这代表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 太虚幻境所制作出来的东西 可不是普通的东西 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 脑海里面浮现出来 太虚幻境制作的产物有哪些 我们小说有告诉你啊 有什么 千红一窟万艳同碑 还有呢群芳水 知道吗 所以显然 保育子意识到这三样东西 因为他亲自受到茶酒香的招待 但是呢原来炭虚幻境 还有另外一个直系的产物 那个是呢到了薛宝采身上 由他因为身体的急患 所需要的一个对质的药丸 就到那里去 那么所以冷香丸的预寒 绝对不是我们一般读者 所以为的那么的简单 他跟千红一窟万艳同碑群芳水 甚至具有联森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们是四胞胎 他们有共同的DNA 他们来自同样的血脉 也因此他们应该也具备有同样的象征意义 我们现在呢就要继续 我们上一周所谈的这个冷香丸的问题 我请大家注意过 就是说我们宝采的这个病症 它实际上呢是所谓的无名之症 那这个无名之症呢 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显然它并不是一般身体的急患 它不是来自于身体细胞系统 然后呢因为出了缺损或各种错乱 而导致的一种身体上的疾病 显然不是 叫做无名之症呢 那就表示它绝对是超越这个层次之上 所以通常来讲 它可能呢就带有一些先天性 然后呢第二个带有一种呢 身心连贯的那一种毛病 那换句话说呢 它绝对不是那个身体的疾病而已 它很大程度的其实呢跟人格 那这个人格呢有先天性 然后呢也有后天的因素 但是呢都跟人格的一些特质 所以导致成一种所谓的身心症 那所以我上次有提醒大家注意到啊 它这种无名症呢 要用这个很独特的方式来聊治 那这个跟林黛玉呢其实是很接近的 这个是首先请各位注意一下 然后呢由于啊这里涉及到所谓的 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那我们的一般的读者很容易忘闻生意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啊 我跟大家其实一样哦 因为我们的知识装备真的都不够哦 那么在这个不够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很自然会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知识系统 来加以理解 这个说实在的真的是 人性也不能够算是什么大错 但是呢假设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了解 这个文本它所蕴含的意思 我们实际上就不应该停留在 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准上哦 所以呢 所以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先引用一段话 这个是我在上个学期末哦 努力在非常悲惨的情况底下读书 然后呢读到的一段话深获我心 那我想我们读的书真的太少了 所以我觉得当我越来越努力做研究的时候 其实呢真的越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跟知识的这个狭窄 那所以我们得要藉由读书来扩大眼界 让我们更了解在这个世界 在人性中所存在的那么多复杂的可能 那所以这段呢是已经出版很久的书了啦 那但是呢连台大厨书馆都没有 那所以呢我是透过我的助理他到他的学校去借等等 那里面呢有真的多非常多很值得 真的是发人省思的一些看法 其中这一段呢我认为 不管是用在《红楼梦》的阅读 或者是呢我们在面对所有过去的古典文献 其实都应该要抱持的一种警觉 那这个是呢科恩 苏联的学者 那他其实前两年才过世 所以非常的长寿哦 其实这部书已经出版了恐怕有二三十年以上哦 那么经过翻译之后 我们都读得懂 我们请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哦 真的要注意 真的要注意 我们不但对我们同时代的人了解很少 好因为虽然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受到同样的价值观的洗礼 我们甚至呢是在同一套社会制度的运作底下成长 但是我们背后还是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家世背景 好不一样的成长经历 导致有许许多多的不同 更何况是有着时代的历史的鸿沟 好那 经过民国初年的这个巨大的断裂 我们跟过去呢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好那这个距离呢 我们一般都会忽略它 所以想当然而的就用我们的知识系统去理解 然而柯恩提醒我们 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 天真的以为古代希腊人的思想感受方式 和我们完全一样 然后就放心大胆的议论着 怎么伊底帕斯王的良心折磨啦 和悲剧过失等等啦 可是可是专家们知道 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为呢第一点 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 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同样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第二个 当他们在处理他们的时代 跟他们自身所面临到的问题的时候 他所用的那一套解决的方式 乃至于会牵涉到的 各式各样陈述的那一种话语 那当然跟我们又更不一样 所以呢 他说专家要通过精密的分析原文 还有呢要分析词原学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他所蕴含的意义是什么 你不能用你现在人的望文生意哦 同时他还说 你还要加上对于语义学的精密分析 整体说来就是啊 如果你是专家或者是你想做专家 你要自觉的做到 你要精密分析原文 然后呢加上词原学跟语义学 来寻找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 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呢 他讲的虽然是古代西法悲剧 可是我们对红楼梦事实上是完全一样的 尤其红楼梦又是一个不同的阶级 我现在一直在强调阶级的原因是因为 红楼梦就是一个不同阶级的场物 那么你必须要超越你这个时代 那么讨厌阶级反对阶级的这一种价值观 才能够逼近他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是不是用一知半解的方式 在理解红楼梦呢 然后很天真的以为 红楼梦中的人 他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们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放心大胆的说 哎呀胎里带来的热毒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冷香完就是冷酷就是什么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想当然而的 落入到天真的一知半解里面 所以呢我们忽略掉 红楼梦要回答的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在独特的这个时空背景底下 他们遇到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世家大族 已经是在漠世的状况 如果他是在一个丙盛时期 我想不会出现红楼梦 所以这是一个更独特的 就是说他除了是一个独特的阶级 同时这个阶级要面临毁灭的这一种 很巨大的转裂点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真的知道 其中的人在感受思想什么吗 他不是一个太平盛世的人 然后呢什么去反对封建 你真的注意一下 你设身处地 你的家如果是在面临破落的时候 你会去反对你的家族吗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推论 你从不同其情的去设身处地的去感受 这样做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们要透过所谓的精密分析原文 然后呢要在词原学跟语义学上面 来寻找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 所以我在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事实上我们对于所谓的大官员的大官 恐怕都了解错误 我们都以为大官就是盛大的景观 包罗万有 然后天上人间种种美景非常富饶 无所不备这样子的一个丰饶的乐园的意思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 他事实上是在中国传统底下 其实具有高度的儒家教化理想的 那个意涵底下所产生 那么这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 可是我们就是通过精密分析原文 还有语言学跟语义学 然后所得到的不同的看法 大官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 然后以后的文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是怎么用的 你认为曹雪芹会脱离这个脉络吗 就算有可能脱离 恐怕也是要在吸收之后的转化 他不是完全不理会这个长远的传统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真的请大家要注意 《红楼梦》在回答的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们想要的问题 第二个 我们对于《红楼梦》所直根的深远的历史文化 实在是太过讲一知半解还很客气了 恐怕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于冷香丸的理解也应该如此 所以我上一次就特别跟你们提醒 参考支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知厌哉真的比我们更了解《红楼梦》 虽然你可能对知厌哉的批语不以为然 可是纯粹是因为你已经有了现代的承见 所以我们再回来延续上一周所说的 所谓的这个胎理带来的一股热毒 性儿先天状还不相干 那么在性儿先天状这里 我记得我也跟你们提到过 知厌在这边有一段批语 他在这个性儿先天状下面有说 因为魂厚故也就是呢 因为薛宝采很魂厚 所以才会不相干 所以你就要注意这个魂厚 当然指的就是他体质上比较健壮 这是当然的 我们林黛玉是不是其实就先天不足嘛 对不对 这个是小说描写的 然后他又爱哭 所以他后天呢 其实是在一种非常心神焦虑 那么古人都知道 这个其实是非常伤身的 何况西方圣经里面也说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有没有 这个其实是同样的逻辑 同样的理解 那么所以呢 加上先天后天种种因素 那么我们薛宝采是魂厚 所以使得他不相干 那么因此之焰再继续说啊 他说这是因为我们薛宝采魂厚故也 假使那么平凤辈 不知又何如致之 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过这一段批语 那所以各位就知道了 以平儿也就是林黛玉 他该如何治呢 冷香完是绝对不够的 他要根治是不是得去出家 有没有 这是非常彻底断根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的王熙凤呢 也恐怕得要出家吧 你看他这么的精明能干 他这么样的渴望的来实践他的才能 所以小说有说他好卖弄才干 对不对 那我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他确实有很积极的实现自我 而且获得肯定的这一种欲望 所以呢就此来讲很难根治 所以各位你们没有注意到 到了第五十几回 王熙凤小产了以后 那个病是不是一直持续的加剧 对不对 虽然表面上好好坏坏 但是那个病根实际上是已经没有救了啦 所以就这点来说 我们支批这边的说法是完全合乎 前八十回那边对 平跟凤这两位小姐的一个认识 这个说实在的都跟他们内在的心灵状态有关 好然后我们把上个礼拜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做一个回顾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再回顾一点 就是呢当我们提到说要吃冷香完之前 还要有一个所谓的药引子哦 那么薛宝菜说异香异气的 不知是哪里弄了来的 这句话呢 知焰哉有批评到 上次最后念给你们听 现在呢有一个完整的补充 他说啊轻不知 他简直就跟那个宝菜在面对面对话一样哦 他说轻不知从哪里弄来 鱼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贯愁海水祸成 然后呢凡广寒玉兔倒碎 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折野 那各位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放春山贯愁海是不是就是太虚幻境所在之地 对不对 那所以哦我提醒你们冷香文归根究底 我们最后的结论现在先谈 他实际上跟千鸿一窟万艳同碑群方水 事实上呢是四胞胎是原生体 那么他背后的相争意义事实上是一贯的 我们等一下的论证会让大家看到这一点 然而我还想要提醒大家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请注意冷香丸是薛宝菜所服用 但是冷香丸是用贯愁海水所合成的 那贯愁海摆明了跟谁又是有共同的 变成他们的灵魂养分的 这个共同性的一位人物所享有 林黛玉嘛 林黛玉是不是什么修成女体有没有 然后就什么基石秘清果 对不对就是秘情 然后呢可以什么 灌愁海水为汤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这两大女主角们在先天 请注意红楼梦非常精彩 他真的对这些人物呢 的一个先天的那种可能性 先天的禀赋 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 可是呢又有合情合理的地方的一种诠释哦 当然先天因素我们很难追究 可是呢我觉得一个高明的 对于人性刻画如此深刻的人 他会想办法来解释说 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先天的禀赋 导致他后天 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哦 那就此来说 请万万不要忽略 原来透过支批的补墙 我们清楚的看到在文本内容 与林黛玉息息相关的灌愁海水实际上呢 也同样是薛宝钗的一个人格来源之一 那所以就这点来说 请大家要注意那为什么呢 我们薛宝钗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得体大方 很健全的一位大家闺秀 为什么他得要服用用灌愁海水 所获成的这个药丸呢 那么很明显这两位女主角都不能摆脱仇的这个命运 那但是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呢一个是先天性的 一个是后天要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治病的方式 所以这两个人真的有那么大的不同吗 所以也许在有一些地方他们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我们读者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读者太粗心 然后呢放任自己的一知半解 那也许这就是我们读者应该要好好的改变的 那所以呢我们请大家注意到这一点之后呢 继续就来谈热读的问题 我们从整个小说的描述在124页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无名之正啦 然后呢这个药引子的那种异乡益气啦 然后呢发作的时候吃一玩下去 诶病就其实就没有问题的 这些状况我们都提到了 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语词 我留到最后其实就是因为它真的太重要 那就是所谓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 我先做小小的泄露机密 因为那篇快要写完了还没发表 可是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好了 就是说请你们注意 从胎里带来的这个词汇 请注意 博士特别针对薛宝采而言的 我全部做了一个爬书整理 从小说文本就是整个前80回 那再透过支批 这样的双管齐下呢我注意到 红楼梦啊他为了来解释 这些人物的独特性 或者是个别的差异性 他事实上呢不断的去追踪 他们先天上可能的某一种性格内核 也就是说那个性格内核呢 透过后天教育后天的分输 而导致不同的人格特质的塑造 但是呢他有一个来自先天的某一种 根本的内核 那那个是什么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呢 曹月琴在文本里面 知焰在他的批语里面 事实上不断的在强调先天的这个概念 我用概念的意思是说 他为了表达这样的概念呢 他事实上使用好几个类似的词汇 其中一个就是从开里带来的 这就是他先天来的 那么不是后天的影响 那事实上呢整个的这个文本 跟小说的支批 为了要来解释这个先天性 他有提到好多相关的语词 那我只能透露到这里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一个指引 也许很多人自己就会找出来了 那没关系 我们简单提到这里 所以从大理带来的就是指先天 好 那么现在呢 从先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一股热毒 那很糟糕吧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毒字 我们对于毒字 大概就绝对没有好感 对不对 因为这是具有杀伤力的 好像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邪恶的一种语言 那这个词汇呢 在一知半解者望闻生意之下 很容易呢 就朝向负面的方向去解释 那要讨厌薛宝塞的人真的很多 对不对 于是呢在各种因素加起来 这个热毒啊 就会怎么被解释 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是清代清末老 的这个解氨居士 我看过非常多类似的评语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一段大概已经可以 作为很典型的 对于热毒的一个诠释主流 解氨居士就说啊 薛氏之热毒本应分讲 就是薛宝塞的这个热毒呢 应该要分开来讲 好 那分开来讲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去解释 问题是他的一个字一个的解释呢 全部都是朝向负面的一种贬低 跟一种恶评 他说呢热是热中的热 热中大概不会是多好的事情喔 尤其呢他把毒解释为是很毒的毒 那热中呢到底热中什么 告诉各位一直到现在 我看到的很多很多的 谈这个问题的论文 都是这个是万变不离其中 各式各样的版本 大概呢都把这个热中解释为热中功名利路啦 就是热 对就是热中什么现实名利 都是这样解释 那好一点的感觉起来没这么样的赤裸裸 可是其实呢本质是一样的 就会说哎呀薛宝塞的那个热中啊 就是来自于呢所谓的儒商文化 好你们知道儒家跟商人的结合 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然在明代 他就被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那于是呢透过薛宝塞的家世 薛宝塞的家世你们记得吗 是不是皇商对不对 所以又有个商字 好于是你就把这些通通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说明他是一个儒商的 一个文化的产物 所以呢一样嘛既然有商 还是一样就是热中追求各种名利 你会发现各种说法也许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实际上本质都是不出解安居士的一个范围 好那毒这个字就更不用讲啦 再加上一个毒字 那我们薛宝塞被当成是一个邪恶的大坏蛋 这种情况也已经实在是太常见了 我们也不需要再举例 所以解安居士说 你从热读这两个词啊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痛抵薛氏处 他对于这个薛宝塞啊痛加诋毁的地方 亦不宜于利栽 好所以他认为这个词是这样的意义啊 那具体说来啦 简单说我把大概我看到的 有关这个热读的解释可以概括为 热切的顽强的追求现实功利的欲望 这是一个最简要的一个中述 那么我们各位可以在很多的论坛呢 在很多的相关文章里面都看到类似的版本 那么这些版本呢不遗余力的 其实大概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论述系统里面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记得我刚开始读《红楼梦》的那几次啊 那时候都还是一个青春少女啊 甚至还是一个小孩子哦 老实说看到热读真的觉得蛮刺眼的 因为我们对读真的没有好感 这个字就好像跟什么蝎子的蝎啦 然后呢什么苍巴窗巴的那个字眼啦 反正一看都觉得很丑 有没有 那所以我们语言的感受叫做语感都不会是好的 那但是呢除了热读这个词汇之外 老实说我对《红楼梦》不觉得薛宝塞 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 因为我完全没看到 那当然你说我喜不喜欢他吗 也谈不上因为他跟我非常不一样 所以对他不到有什么共鸣 但是也谈不上觉得他是什么坏人 然后呢在这样至少还算公平的起点 那到最后呢变成一个希望能够真正深入了解他的一个学者 然后我做的工作当然就不能够只停留在表面的语感上面了 于是呢我就必须去考察 像刚刚柯恩所提醒我们的 你要透过精密的分析文本 好然后要透过词原学跟语意学 来寻找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 所以热读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望文生意吗 《红楼梦》在200多年前 他尤其是在一个这么庞大的 各式各样的文化的丰富内涵里面 来产生的一个极大成的一个百科全书 他怎么可能是用我们今天的热读来使用 然后呢来作为薛宝塞的一个并根呢 然后我们是不是对于热读的热跟读世上 都有太过想当然耳的那种天真的理解呢 所以下面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透过《知批》跟《红楼梦》 全部的文本为基础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首先一样我们还是先透过这个《知厌斋》 他就在这个热读里面呢就有提到一句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 而且果然我在《红楼梦》的文本里面 也找到许多的呼应 首先呢《知批》在这个假虚本里面啊 就在宝采所说 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读 这句下面有一段假批 这个假批太精彩了 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 原来他对于热读的解释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 他说啊这个呢热读就是 凡心偶斥 适适以灭火其功 那我看到这两句觉得 冰狗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凡心偶斥这个词我很熟悉啊 凡心偶斥出现在第一回 那这第一回呢 正是我们石头要换行入世的时候呢 很重要的一个推动他 那么极力再三苦求 再四苦求一生一到 把他送到人间来受享荣华富贵的 那一个心理动机耶 那么贾宝玉 他之所以从完食变成美玉 这个过程中作者有提到 他是禁忌思动 无中生有 而转变契机就在于凡心偶斥 来请各位看一下这段文本 好啦为了完整说明 我们只好念一遍 虽然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 这段文本说 一生一到远远而来 然后呢说到红尘中 荣华富贵 各位你们都不要刻意的忽略这句话 我们把贾宝玉说的好像是 一副超越时代的痴情 有没有 所谓的意淫者 一直认为呢 他其实就是否定富贵场 然后呢 建立在温柔乡的一个情痴情种 你是不是太偏执了一点 然后呢在成见的主导之下 你忽略掉这么重要的东西 这个石头之所以要到人间 事实上是为了要受享荣华富贵 他不是为了要来做情痴情种的 或者我必须告诉你们 所谓的情痴情种也必须在荣华富贵中 才能够锻造出来 这个呢是小说中写得非常清楚的 然而我们的读者忽略掉这一点 然后呢一直把贾宝玉好像呢就塑造成一个 不理会富贵的一个很超越性格的一个真人 但是告诉各位 《红楼梦》的理解根本就是 如果没有公侯富贵之家 也不可能产生情痴情种 那这个论证起来我花了四万字 现在就不用谈了啦 那那篇文章六月会刊出 有兴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在做《红楼梦》的研究事实上 是一直在挑战我既有的认知 而且呢一直让我感到冲击 因为我真的自己都不知道 在做这个研究之前 我所看到的《红楼梦》 可以跟我做完研究之后是非常不一样的喔 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喜欢研究就是因为 那是一个很高度的成长之旅 他逼迫我一定要往前走 而且要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做研究跟读书的快乐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 一生一道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 此时听了不觉大动烦心 所以他是要来人间受想的 所以他不会要到你家的好不好 所以你老是把他想成跟你一样的人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好啦所以你看打动烦心之后 也想要到人间去想一想 就荣华富贵 然后呢注意喔这整段再次出现受想 或者是跟受想同意的这种词 他事实上是要来享乐的 好然后呢于是啊就口吐人言 那么像那个僧道说 世文二位谈那 人是见荣耀繁华 心切勿之 所以呢他才一直苦求这个僧道说 如蒙八一点慈心 攜带弟子得入红尘 在那富贵场中温柔相礼 受想几年自当永沛红恩 万劫不忘 所以各位我们只看到温柔相 为什么一直要刻意忽略 跟温柔相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 富贵场中呢 我真的告诉各位啊 没有富贵场就没有温柔相啊 你家就没有温柔相对不对 对啊 我们现在台湾最有钱的人家 也没有温柔相啊 所以这是要一个非常特殊的阶级 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脉络的一种 特定的一个阶层 他才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 富贵场中加温柔相 这个呢所以因此先天的决定了 这个石头他只能到公侯富贵之家 各位想想看 有谁人家有可能给你一个大官员 里面五六十个全部都是女孩子 不可能啊 对吧 大官员是很特别的 可是没有这种人家不可能创造出来 我们曹雪芹绝对是合乎情理的 他是不是在一个抽象的空中楼阁当中去幻想的 不是所以他一定是合乎一个逻辑性 就是现实的逻辑性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富贵场中 温柔相里受想几年 这就是我们石头之所以要唤醒入世的根本动机 也可以说是全部的动机 好啦于是呢我们石头当然就这个被转化成为一块美玉 就被送到人间 然而同时间跟这个石头有关的神音试者的那个神话系统 他我请各位注意哦这个神音试者一定是甲宝玉 那么这个是作者他为了甲宝玉的不同的需求 而分别去创造出来的 两者之间也许不一定完全吻合 然而他必定只能是甲宝玉的前身 所以呢我想从结构上来说 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请看 接下去 曹雪芹就说啊 这神音试者凡心偶斥 那么趁此昌明太平朝世哦 那么意欲下凡照例幻元 已在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 这个神音试者就是甲宝玉的前身就是石头 不要在一些小忌鞋上面的去发现他们的矛盾 所以说哎呀会不会是什么什么不要 那些推论事实上是不合全书的结构的哦 所以呢这个神音试者就是甲宝玉的前身 而请注意同样的他把那个受想意识呢 用凡心偶事来加以描述 所以当然了要想下凡道人间 就是凡心被打动了嘛 好那在一个永恒的平静的 那么一个超越的世界里面 那在安静当中不觉岁月流逝 而突然之间被一个荣华富贵 一生一道的言说所打动 所以才用偶事的这个偶 所以他最后还是要回到仙界 那这当然就是我们小说家对于人这么短暂的生命 他所做的一种轮回式的解释啦 那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清楚的看到了 凡心偶事这个词汇了对不对 然后呢他跟支批有了完全一致的呼应 那么只是一个用在石头的 这个换行入室的动机 甲宝玉入室的一个根源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用在冷香丸的这个制作 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冷香丸这里的繁星偶事呢 必须要用甲宝玉之所以来到人间的那个原因来理解 因为他们共有同一个语意 共有同一个语言 然后呢他应该享有同样的语意 这是一个文本内在互逊一个绝佳的客观参照系 这一点呢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所以啊我们回到支批 支批说这个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呢 是繁星偶斥是以灭火其功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他把这个繁星的一个斥热 那么用灭火其功来做一个补充说明 那什么叫灭火 那当然这个灭字好像我们又很不喜欢的词汇了 对不对什么灭子啊造灭啊 大概都不是什么好话 但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得要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背景里面来 灭加上个火字 其实呢有很鲜明的佛教的那个思维 好那对于佛教来讲这个世界就是火宅 我们来到人间虽然有很多的感官享乐 可是对佛教来讲这事实上也是在伤害你 然后呢使你烦恼痛苦的一个根源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受想意识呢 那么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他也一样来到人间来受苦 因为人不管你再怎么样的受想 总是不如意识十日八九吧 对不对 人总是有德就有失 而且当人有德的时候 我们的贪念会让我们那个德之心变成无底洞 以至于永远在一种不满足的追求里面 何况真的富人难道就没有烦恼吗 才有嘞 我之前听到一个真的让我完全不同思考的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 真的你们要知道 你不要以为只有贫苦的人才烦恼才痛苦 那些富贵者有权利的人 他有他们的痛苦跟烦恼 所以我们上学期至少陈述了好几遍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地狱 只是那个地狱不一样 有的人十八成 有的人十成 有的人三成 痛苦是真的不大一样的 可是有那个例子我真的实在是太印象鲜明 所以呢我来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们从一个英国的一个杂志 但是我现在不是很明确 简单说啦 他们就提到有一个记者 他真的很想了解那些全世界非常有钱 什么富比士排行前几名的人 他们到底怎么生活 然后他们在那样的生活中到底快不快乐 重点是要想了解他们到底快不快乐 对不对 然后呢于是他就 这不能讲出去 因为他就化妆就潜进那个富人之家 大概可能就 等于说就是假扮成他们家的仆役或怎么样啦 所以才能够贴近观察 结果结论让我们非常的震惊 他说其实那些人非常不快乐 可他们不快乐当然跟我们不一样知道吗 怎么不一样呢 告诉你们真的 他们是那种完全不怕花钱的啦 对不对 总之我管你这个多少钱 反正呢我立刻要的话 我十万块美金都花得起 他不在乎这个 所以他的痛苦 跟我们的那个不足感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怎么个烦恼 他怎么的不快乐呢 重点是不快乐 是因为这样子的 他们对很多 就是因为他们不在乎钱 所以对很多的细节 对他们而言就非常的讲究知道吗 所以呢我到学生活动中心吃一碗40块钱的面 我觉得很开心 对他们来讲是什么东西啊 喂猪的吗 是这样 所以真的 那所以你给他最高档的什么五星级的那些餐点 那是他普通的一餐 可是他会吃得很不快乐 为什么 明明是最好的食材 最高明的一种料理 然后呢是最完美的演出 他还是不快乐 他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餐巾子的某一角折错边 大约是这一类的 懂意思吗 所以他们讲究的跟我们真的不一样 那以至于你就终于明白 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你如果是在那个生活底下 你可能就会是你的要求就会是那样 那我的例子这个举起来是要告诉大家说 真的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面 会有各有各的要求啦 好 你们也有你们的要求啊 你会希望你什么样的地方更精致 什么的地方可能更提高一层 什么什么之类 他也有他的要求 结果到最后就是 只要你有这一份要求的心 你就会不快乐 这样了解意思了吧 好 所以呢我想回到我们的这一个热读 那支批说灭火奇功 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 当你有了这个烦心 这个烦心很炽热的时候 你就会遭受到被我闻生的痛苦 那就是你 来到人间 他们认为你就是夜暴啦 你前辈子大概干了什么坏事 所以到现在变成人来这边受苦 我觉得有一点道理好 总而言之 这里的灭火奇功 恐怕你得要用这个角度来理解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除了灭火奇功 所谓的烦心偶事之外 那事实上呢 表明薛宝采他的热读 跟石头唤醒入世的那一个先天的 人性的本能的欲望 其实是一样的 那就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 我先已经暗示到这里 已经不对暗示 不是暗示是明示 到这里 然后呢我必须要请各位再来参照 另外一个文本非常重要 而我们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到的一段情节 那个那一段情节呢 同样出现热读这个词汇 我们透过支批看到繁星偶事 所以找到一个线索 从石头唤醒入世的那一种欲望 那个繁星来理解热读 这是一种 那么另外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来理解热读呢 我就注意到说 《红楼梦前八十回》里面 又有另外一个地方出现热读这个词汇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本的 倔强内证 好我们来参考一下 这就是我们宝玉不肖种种大乘鞭挞的这一段 大乘吃挞的这一段 他不是被甲正毒打一番吗 然后那一段情节非常有趣 在他被打了之后 然后呢接下来啊就是伤众卧床嘛 那结果大家都很担心啊 就努力的照护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 那宝采呢也有所付出 宝采就在第一时间就送来了丸药 然后呢他就特别交代席人说 晚上把这个药用酒延开 那么替他敷上 因为酒是不是可以化淤的有没有 酒可以散热哦 那个是就是疏散啦 其实他因为酒精的发散 大约是这个意思 然后说替他敷上哦 请看果然 宝采说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 可以就好了 所以你看哦用酒那么加上这个丸药 主要呢就是把这个淤血的热毒呢给发散掉 那这么一来呢 他身体所等于说深入到他身体里面的那种痛 那个疾患呢就可以疏解 那结果呢更有趣的是说呢 不止这一次啊 接下来呢因为王夫人担心宝玉 所以就叫他身边的人来问说 那宝玉现在情况怎么样 那席人呢就应命而去哦 对王夫人报告宝玉呢挨打之后的各种情况 那那边呢又出现了一个类似 同样的语词请你们看一下 他就说啊现在的情况是啊 老太太给了一碗汤 然后呢喝了两口 可是呢只嚷干渴 因为他受到重创哦 大概体力耗尽 他就想要吃酸梅汤 酸梅汤嘛酸酸的哦 我们不是说旺梅什么 止渴啊 所以呢酸梅就可以止那个干渴 结果席人说我想着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 他虽然可以止干渴 可是呢他在那个 呃他在中医的一个观念里面 他是一个收敛的东西 那么这个对于才刚刚挨了打 又不许叫喊 那么自然急得那热毒热血 未免不存在心里 所以呢本来就已经压抑在心里面了 请你们注意到第一个是挨打 第二个呢你挨打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们想这么挨打过 没有竟然有这样的同学 好我们应该让你们体验一下 增加人生经验是很重要的好在乱讲 走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说 爱打一定会很痛 然后很痛通常我们会怎么样 来减轻那个痛 当然会哭喊嘛 这是很正常的事嘛 欸我只见过少数非常少数 呃非常倔强高傲的小朋友 他是不哭的 好那是骄傲到不哭 好然后所以妈妈打起来就更生气了 你知道吗 就你这个孩子好怎么也就是这样子 就凝死不屈 我真的听过或见过这样的小孩 那我想大部分的人是会叫喊的啦 保育不是那种什么高傲倔强的 所以呢可是严覆在前他不可以叫喊 所以呢那就更痛了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真的是加倍的疼痛 然后所以等于累积在身体里面 所以急的那热毒热血就会存在心里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说你再加上酸梅汤的一个外来的压抑收敛 所以他说躺货吃下这个去积在心里 那再弄出个大病来可怎么样呢 所以呢席人他就不给保育喝那个酸梅汤 然后呢那王夫人当然就给他另外的饮料 总而言之请大家就注意了 这一段很清楚的出现两次的热毒 而且是不是都跟保育哀打有关 好那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理解 薛宝采先天胎理带来的热毒的热毒的一种解释的参考呢 那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比较跟中医有关的 虽然我实在一窍不通了 所以我以下所讲比较浅显 真的比较浅显 但是呢我们就是扣紧文本来理解 就席人所说的这段话跟宝采所说的这个淤血的热毒 我们整合而言很明显热毒跟热血是不是合在一起讲的 对不对 对吧 那因为挨打围血管破裂嘛 所以那些血这个图围而出 可是呢又没有宣泄 我想这个是你都可以一起来联想的 好但是呢在这个文本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请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呢为什么会产生热毒 宝玉的热毒是怎么来的 很明显是不是要挨打 没挨打之前谈不到热毒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呢就这个热毒来讲它的产生 第一个前提是要挨打 而且呢是很痛喔很痛的打 可不是打手心两三下的那一种喔 所以我们称之为外力强大的轻逼迫害 所以呢才会产生淤血的热毒 跟血有关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 我们宝玉的这个热血热毒制度 会那么的严重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不许叫喊 我觉得不许叫喊这一点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也就是呢它有一种特别的压抑 那压抑再加上痛苦整个加起来 所以呢把这个不能宣泄的其痛其苦蓄积在内 所以才把热毒热血未免不存在心理 那么就产生这样的结果 所以呢假如我们透过这一段的一个交叉护证 那么宝采它里的来 呃带来的热毒 会不会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呃不要参照互惠 可是呢用它的原理来加以解释呢 所以我想我下面呢就请各位呃来参考一下喔 我觉得这个热毒的解释应该要怎么说呢 我简单的谈一下这个热呢先暂且不表 先来看毒喔 那你看到毒有挨打对不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来到 呃等于说透过传统的这个医学概念 所可以理解的呢 好那么我找到几个来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原来呢毒请注意 它不是今天那个poison的意思 会害人的毒 我们会这样理解宝采是一个什么 欸什么会一心一意想做宝儿奶奶啦 然后虚伪作家 然后什么什么类的 都是因为你对这个毒呢 是用现代的观念来理解 可是在传统里面 毒当然也有这个意思喔 所以古代不是就有P霜了吗 对不对 但是就为一个身体内在的某一种东西 那你不能用外在的P霜的这种毒药来理解 因为这个是内生的 那内生的毒 有没有更贴近的解释呢 好请各位参考一下喔 我就去找广雅 广雅是一个训古的专书 告诉你很多的词汇 他的那个语言语意 那是一个我们事实上要了解古代 应该要多多参考的 那么广雅里面就非常有趣 他对于毒的解释喔 就多元的多 他说啊有一个地方 他说呢 毒啊就是痛 就是很痛 这个就叫做毒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 他对于毒的解释就是苦 很苦啊 那这个苦没有人喜欢啊 可是就是你心里面的一种 非常强烈的负面的感受 还有一个地方说他就是惨 很惨痛 所以呢 假设我们把这个毒 尤其这个热毒跟是胎里带来的 是一个跟心灵有关的东西 那么你用P霜这一类的毒药去解释 当然不对齁 所以你得要从传统的那种 跟心灵有关的状态的那个解释 来寻找 那么广雅说 毒就是痛也苦也残也 那我觉得这个解释应该会更好 何况何况太有趣了 那么我又后来呢 又找到一个可能的根源 你们知道这个毒呢 又有这个佛教的用法 佛教有所谓的三毒 对不对 三毒你们应该知道吧 就是贪嗔痴啊 那贪嗔痴是什么呢 我特别在网路上就找了一下 就是贪欲 那么称慧 称慧就是生气 被一种愤怒的这种负面情绪所 这个伤害 再来呢 愚痴就是愚蠢 愚蠢是很可怕的毒 你们知道吗 因为无知啊 会让我们犯下很可怕的错误啊 因为无知 会让我们做了很多对别人 对自己对世界的伤害啊 所以你们知道吗 尼采曾经说过 尼采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非常精彩的 他曾经说过 他平生 他最恨的三样东西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是我中学时候读到的 我觉得生活我心 他最恨的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无知 第二个就是愚蠢 然后第三个我忘记了 请帮我查出来 对我很努力的要 多年来想要再找到第三个找不到 所以我真的真的觉得生活我心 愚蠢有多么的讨厌 因为愚蠢是一个 另外一个德国哲学家所提到的 他真的后来他的哲学里面就提到说 愚蠢啊是一种永远没有办法治愈的核 灵魂的核一个core 就是那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 一个很笨的人完全改变不了 所以愚蠢啊 真的是有时候你遇到这种天兵也没有办法 好总而言之 贪欲不用讲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点小小的贪心 对不对 那所以把这三样加起来叫做三毒 那因为他是一个对灵魂的毒害 那这个毒呢就不是什么披霜这一类伤害别人 相反他是在伤害你自己 他能破坏你出事的善心 能够会使众生的身心感到逼迫热闹 你看热字出来了 你在一个灶热的状态很浮躁不安 然后呢沉溺不下来因此就不能够获得清净 所以不能够清凉在那种热火 你看灭火其功其底下 人真的是在盲昧的称惠愚痴跟贪欲之中啊 好 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所谓胎理带来的热毒 就有一个完全不不一样的认识 胎理带来的固然是指与生俱来 那么热毒呢其实指的就是 让你进入到这个人世的那一种烦心 那有了烦心你的心灵 就在一个灭火其功的状态 你事实上呢就不可完全避免有三毒或多或少的 对你造成干扰跟影响 然后呢这个三毒的干扰跟影响 不就会使得你受到痛苦吗 这样懂意思了吧 那老实说就这样的解释来讲 符不符合贾宝玉也是烦心偶四岁来到人间符合 而且说实在的推而阔之 它是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与生俱来的某一种本质 于是我就把热毒呢解释为什么呢 来我们把这个热者呢就解释为是一种对于人生的热情 那么包含什么呢 希望啊 追求啊 期待啊 以及喜怒哀乐 贪嗔吃爱的种种毫无情绪啊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啊 对不对 那么用志愿哉的术语来说就是烦心灭火 懂吧 那所谓的毒我们刚刚已经做了解释了 所以整个加起来 所谓的热毒呢 我认为应该就是指一种很基本的人性 这个事实上荀子啦 这些人都有提到喜怒哀乐什么什么的 他就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生之畏性嘛 那如果呢再用毒这个字来 加进来一起解释 我非常粗略的来总整合哦 我认为它就是一种人性本能 但是这个人性本能呢 受到了一个压抑 以至于呢我们的热情欲望 无法自然宣泄或合理疏导 然后呢产生的痛苦 当然也不一定要压抑 那么有那个欲望的煎熬 对很多当事人来讲其实就是痛苦 那么配合呢 保育哀打所产生的热血热毒 我想这个恐怕呢 在小说的文本跟支批的使用 事实上是不是更为一致 对不对 那你不能够脱离文本 来对文字做一种断章取义 做一种真空式的解释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人哦 常常呢对于古代的文献很粗暴 而且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那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回归到文本 然后回归到那个时代的脉络 理解他们的文化意涵 我相信这样子也许对人家 会比较公平哦 那所以呢 简单已经总结什么叫做热毒的意思 那问题是这个热毒是谁都不能避免 对不对 那于是我们又要回到薛宝钗的这个人物 以及呢 他对峙于他的这个胎里带来的热毒的 那个玩耀的设计的原理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合理的找到答案 那现在我们接着就要来谈 呃当我们薛宝钗 他的这个胎里带来的热毒呢 呃发作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 因为呢 这跟冷香丸的制作原理会息息相关 那结果呢 呃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 恐怕呢一心一意 就被那个什么十二两十二钱 什么什么之类的哦 给吸引住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哇一大堆看不懂 然后都很奇怪哦 可是又很有趣哦 但是呢当我们要做一个研究者的时候 我得要把整段文本全部读完 然后呢才能够进行做一个 比较客观的认识的时候 然后我就突然呢 我第一次哦意识到 这个病的发作是什么样子之后 我简直觉得耍人呐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那周瑞嘉呢就代替我们来关心薛宝钗 他为什么要吃冷香丸呢 他听了就点头儿 然后呢音诱说 那这病发了时 到底觉得怎么样哦 因为你们都知道那个药丸配起来实在是很琐碎 那么据说正常状况之下 要十年才能够配得成完药 那你想想看 那宝钗的病一发作 就在家里面僵养不出门 然后又这么样废心 要有一个什么海上先方 要有一个和尚来给你这样的一个 独特的一个这个药剂 我们都觉得那个病应该是非常严重 对不对 然后呢会觉得那个病一定非常独特 可是呢那个药竟然要十年才能配成 那病人不是早就一命呜呼了吗 然后呢病的发作也应该是很严重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引起我们的同情 然后跟他的药丸能够相称 结果呢 那这个病发了之后到底觉得怎么样 保采说也不决胜怎么着 只不过喘受些 失忆玩下去也就好些了 我真的觉得那你在搞什么啊 喘受些 喘受些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吗 同学谁没有喘受过请举手 有吗一个都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我现在就会教你去操场跑十圈 然后你就会喘受 懂吗 或者是去爬那个什么十层楼梯 你就会喘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喘受真的是一个非常常见 而且根本谈不上疾病的一种 身体的某一种反应对不对 伤风咳嗽啦就会也会喘受嘛 然后呢劳动稍微激烈一点 你也会喘受 然后呢甚至呢你的情绪感情非常激动的时候 然后也会喘受 我最后这一项再说谁 心答对了 林大于不是只要一害羞 就伏在桌上受个不住有没有 然后呢一着急一紧张 然后呢甚至就又咳又喘 然后呢一行气臭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会发现喘受根本是一个非常正常 那你的情绪波动 你的体力稍微劳动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会有的反应 这怎么能够算病呢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的反应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天啊 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吃冷香丸吗 对不对 那所以怎么会这么的奇怪呢 这个药跟这个病极端的不相称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 那我就尽量去理解 我们这个传授到底有哪些可能 那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不一样的是 我发现宋琪 宋琪你们都知道嘛 就是张爱玲的好朋友 张爱玲过世的时候遗产 就是由她来帮忙管理处分的 那她其实笔名叫林乙亮 你们大概都知道 那她有对于这个红楼梦大观园的研究 我觉得是少数比较客观的一位 然后她很好玩 她对于这个薛宝塞的这个喘奏呢 她有她的看法 事实上也很有道理喔 她认为薛宝塞的病既然有喘奏嘛 她认为就是所谓的哮喘 那么而且呢是哮喘中比较轻微 你们知道哮喘严重起来会致命 可是薛宝塞没有 她只是没有很致命的 可是也不能根治的 所以呢应该是哮喘各式各样的病因中 程度中比较轻微的 她认为是花粉热 那你们知道花粉热是不是在这个季节嘛 好据说日本人他们现在开始逃难了 对因为那个他们据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大量种植那个山木山树啊 然后到了春天花粉一开 她说满山遍野 其实整个从空照图来看呢 就是像烟雾一样 你们知道像雾霸一样 只是她是花粉 所以人体通常会受不了 那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哮喘出现 然后眼泪鼻涕会狂流的 所以他们觉得就开始逃难 春天一来是很可怕的季节 对他们而言 所以呢就此而言呢 那宋奇的这样的一个推论 我觉得好像也蛮符合那个病症 然后呢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会是属于过敏症的项目啦 那这个呢是用一个 完全是从那个生理的角度 来理解这个传奏 那跟我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来自于内在 跟你的精神你的心灵状况有关的一种身心症 对我来说不是这么的简单的一个外来的什么刺激 然后你产生过敏 那么才有的反应 我认为这还是一种身心症 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么让大家看到所谓的胎理带来 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 一种热情 然后呢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热情呢 进入到人世本来就会遭受到很多的痛苦 因为我们一定会被压抑 甚至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落 然后会有很多不能满足的那一种痛苦感 所以呢我补充这个是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做研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试图理解他 但是也许呢他提供了一个认识 那没有照顾到其他的面向 那我们呢可以做其他的这个补强 所以下面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简单说啦我们的宝钗 他其实就是一种来 他的病因就是一种来自先天 一股与生俱来的热情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那我想很少有人天生到人间来 就想当和尚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我们来到人世间 也许就是有一个无法 也根本不需要完全根除的那一种人性本能 只是这些人性本能呢有些有好 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 那么好的是指我们孟子所谓的四端 那不好的有一些比如就是贪心啊 什么什么食色性也啊 然后所以我们后天才要这么样的努力 然后让我们的四端可以扩充 可以涵雅 然后可以成为君子 然后呢不好的我们就努力的 把他的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减到最低 这就是为什么后天也一样很重要的原因 然后呢我们请各位来看一下 刚刚有说到 就因为我们宝采是先天状 这指的也包含他心理状态的一种浑厚 一种均衡 所以他的豁然大度啊 也会使得他对别人的怨度等等都浑然不绝 所以他所感觉到的那一种心理的不平衡也会减少 那么加上他的体质啊 也比凤姐林黛玉要来的这个健全一点 所以呢才产生了他们这些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对峙方式 好总而言之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那么传授在整个《红楼梦》中啊 如果我们考量到林黛玉 他最是传授的一个绝佳的 平凡的强烈的一个代言人 那么也许帮助我们解释了 薛宝采也是个人啊 也是一个女孩子啊 所以他有传授不也很正常吗 所以呢简单说 传授在《红楼梦》里面应该是一种情感疾病 也就是所谓的热毒 我们这个毒是用所谓的三毒 也就是扩充谈人的喜怒哀乐种种本性 我们就是这样的解释 那么所以他是一个情感疾病的表征 表征就是呢透过身体转化之后外显出来的症状 所以他是传授 所以当他发为传授的时候呢 那就表示说我现在心里已经失去平衡了 所以呢我需要用一个冷香丸来帮助我 再恢复我原先的那个平静冷静 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所以呢这个传授我们简单做这样一个交代 以后呢现在又要回到冷香丸的药材的设计 好啦那既然传授是那么样正常的一件情感的表现 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弄一个药来对治他呢? 我们林黛玉就没有吃冷香丸对不对? 林黛玉吃的是什么? 人参养荣丸 他是用养因为要去滋养他 他先天不足嘛 可是为什么他情感是特别强烈? 而且对他来讲这个情感由于先天的什么 这个基石蜜青果啊 什么可以灌抽海水为汤 而这样造就的一种独特的人格丙赋 为什么他就不吃冷香丸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对照之下 也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体会啊 就是说我们作者在设计林黛玉的时候 就是让他作为一个呢 请注意既有那样的先天禀赋 而我们林黛玉的浩天 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不受压抑的对不对? 那么从他在家里面做一个 教养的独生女 然后到甲府又变成所谓炙手可热的宠儿等等 林黛玉就是那种 其实他比较不需要克制自我的人 所以他的喘奏也就比较频繁的出现 但是薛宝采不一样 薛宝采一有喘受的症状的时候 就得服用冷香丸 而服用之后他不是说就好些了对不对? 就不会那样喘或者是咳 那所以就会使得他在恢复他平常那一种 非常周全非常均衡的那一种情绪状态 跟为人处事的浑厚 所以呢这个冷香丸 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之下 他所代表的就真的其实是在某个意义来讲 是针对他的那个内心状况 那么所刻意设计出来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而言呢 宝采既然是一个心理上 当他情感比较波动 然后呢也因此呢受到了这种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聂火奇功的情况底下 然后就有了传授的这种表征 然后冷香丸就要来 开始服用了 要来压抑他了 就这样而言 冷香丸显然是有独特的意涵 而且各位请注意哦 冷香丸是跟 是治标还是治本 是治标用的 有没有 他就是吃了这段时间吃了冷香丸之后 传授症状好一点了就可以不用吃了 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 冷香丸显然还是要吃 所以很明显 这个呢 他的象征意义实在是太浓厚 可是呢这个象征意义由于过去啊 我们都把热毒解释为什么狠毒啊 什么什么热衷于现实这个名利之类的哦 以至于呢连带的 把这个药材的各种数字各种这个项目 全部都用负面来解释哦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看过的一些对冷香丸的药材的解释哦 大约不出以下所说 他们会认为十二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呢又要春天夏天秋 冬天开的花 那这些很明显是不是都有所谓的 一年的那个季节性跟一种循环的 那个周全的整年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然后反正不喜欢薛宝钗的人 就会把他解释为说啊 这就证明了薛宝钗一年到头呢 都在热衷的逢迎别人做关系 然后呢什么雨时抚养 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在这一种 反正就是我要骂人的话我实在不会 就是你们做关系虚伪讨好别人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哦 就说明他中年其实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那大约对于十二跟这些各个季节的花的解释 大概都不出这个范围了哦 但是我想也许没有这么的简单 你们有没有首先注意到一件事情哦 春夏秋冬当然是把一年整个从头到尾的涵盖 然后呢他个别找各个季节的一个代表花 然而这些花不分春夏秋冬 有没有注意到通通是什么颜色 都是白色 这个显然跟什么他热衷于什么讨好别人做关系什么的 有什么不关系啊 这个白色事实上是最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哦 而且呢跟一般那样的解释实在是完全不契合的 一个很重要的色彩 你们知道吗 当所有的花都是白色的时候 看起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有没有觉得他们其实都很像 真的啊 你看嘛 白牡丹花 白芙蓉 荷花 梅花 他们只有大小的差别了哦 远远看过去那些花通通是白色的时候 是他们的差异并不大 然后白色是不是在中国文化里面 实际上又往往跟悲剧有关的 有没有 丧事的处理 然后跟西方不一样啊 西方的白色就代表圣洁 所以是婚礼上要穿白纱 那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不是哦 所以这些颜色其实都有这个文化的一个特定的意涵 所以我根本认为这个白色漂白了以后 那么使得这些花呢都丧失了 他们原先来点染春天的 缤纷的那种多彩多姿的颜色 那这么一来 为什么 为什么保在了冷香丸是这样的东西呢 都是搞素 苍白 那显然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般解释可以体会的哦 然后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他还要通通都以十二作为单位 比如说十二两 花蕊是十二两 然后呢 他用的那个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 叫做水哦 他要调和那个药丸所用的那个水 请注意 又是雨水 这一天的雨水 就是各个节气 所以你看到从一年的四季 然后是不是到二十四节气 非常明显告诉你 这其实是一中年不断的 某一种 全面性的象征 然后呢 这些水呢 都是十二钱 然后呢 你看还有十二钱的白糖 然后呢 十二钱的蜂蜜 然后呢 用十二分 请注意最后一个呢 就要用十二分的黄渤煎汤服药 各位想想看 你们知道黄渤有什么特性吗 《红楼梦》里面出现不止这一次耶 我们的王熙凤 不是王熙凤 是好像是贾真啊 在帮那个跟吴靖孝的谈话里面就有提到 他说你真的不知道 那府里有没有很惨啊 再过再请个清就精穷啦 他说真的不知道 那就是贾荣说的吧 不知道我们这个真的是 就是黄渤木做庆锤子吧 做锤子 那这个是一个邂逅语 是什么意思 用黄渤木去做锤子 意思是什么知道吗 这是《红楼梦》 你五十几回提到了吧 意思就是外头体面里头苦 黄渤木就是以苦闻名的 所以黄渤哦 是中药里面也常会用的一种药材 那只要加这个 那就是难以下印 因为就会很苦涩 所以呢 这就奇怪了 吃冷香完 这么艰苦 你知道 那配的那个饮料 是要用十二分的黄渤煎汤浮下 所以这个可不是好玩的事情啊 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各种药材的特性 再加进来的话 加上十二两十二钱十二分 这个十二非常明显一定有《红楼梦》自己想要的象征 那么你用什么一年到头如何如何 我想一年到头确实是事实 可是呢这一年到头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得要回到文本来理解 所以呢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十二这个词汇 必须说《红楼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成 很多人都称它为百科全书 所以你必须要回到渊远流长 曹月行不可能不知道的这个十二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请注意这真的是神话学 还有呢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 而且只要是稍微有学问的文人都会知道的 那就是左传《埃公七年》里面有提到 他说十二是什么一个数字呢 十二是天之大数 好 什么叫天之大数呢 就是呢一个天文学而言呢 十二可以说就是呢宇宙运行的一个基本 也可以说是最全面的一个节奏 一种数字 一种秩序 所以各位想想看是不是一年有十二个月 然后再更细分是不是二十四节气 就是十二的两倍 对不对 然后呢再推而扩施 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个比年为单位 反过来把年做单位也同样以十二为一个完整的单元的 那个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蛤 天干地支的那个 你们只知道天干地支的那个十二哦 对 不错很好 十二年就叫一季年这个季 好 那这个用法呢 告诉各位保留在闽南语里面 念念看一季年怎么说 不对 不是吉吉尼 是吉吉尼 好 因为呢你会念成吉吉尼 这个Ki就是牙齿的齿的音 事实上是不对的 不是一尺年 我有时候在我们报纸上看到记者写哦 某某同名同姓的两个女星 可是她们刚刚好差一尺年 差一点笑出来你们知道吗 什么叫一尺年 有谁的牙齿是十二颗的 人家银压那么小都四十几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原因因为她受到了吉吉尼这个音的误导 而吉吉尼又是吉吉尼的错误的发音 然后就一路这样以而传合下来懂吗 所以实际上呢 敏南语是要念吉吉尼一纪年 那这就是十二年 我们不是还有十二生肖吗 所以十二根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轮回 对不对一个循环 所以呢天之大树 她真的是深深烙印在从古到今 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范畴 就是十二 所以呢我们这个十二就是来自于这里 这个是首先要请各位注意到的 那么红的梦当然不只是只有回应这个文化传统 她有她自己的使用 当然她这个她自己的使用也还是奠基于这个传统的渊源 她只是把十二用在哪里呢 用在十二金钗 那么她在第七回有一段支批 其实第七回就是冷香丸的这一段 她就说小说中啊 凡用十二的这个字样都是照应十二钗 这就有趣了 所以呢冷香丸根本不完全是薛宝钗一个人的一个独特的象征含义而已 她是由薛宝钗来加以代表性的展示出来而已 那么这就让我们回想到 刚刚我们提到过喔 冷香丸用什么样的水来在泰区幻境上面调制的 罐愁海水 所以呢我们林黛玉是前身 她的上辈子是喝罐愁海水 那宝钗是到金氏 然后喝吃带有罐愁海水成分的药丸 那你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恐怕其实有一个同样的根源 那这个同样的根源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有的本性喔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即使有人呢有那么深的佛源 那么样虔诚的求道之心 那么彻底刻苦的修炼 然而这样的一位高僧 也就是前几年才过世的圣言法师 我读了他一些东西 那有一次他的回忆录就有提到 真的你看人家修炼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数十年的过程中他还是提到 他说他觉得修炼者佛教中人要克服的主要有两个 就石跟色嘛对不对 这是人的基本 他说呢在他这么漫长的一个修道过程中啊 最初可能甚至是高达到一二十年喔 对于色他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戒除 所以那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一直还是要不断努力克服的 那么圣言师傅好像十几岁就已经出家了 他佛源很深 而且他非常努力觉得说佛法这么好 为什么大家都误解他 所以他一辈子致力于弘扬佛法嘛 所以呢也就开创所谓的人间佛教嘛 这样的一条道路 所以非常注重环保什么什么之类的喔 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把佛法实践在现实人间 人人可行可是人人也可以因此 变得更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位 一个了不起的人喔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嘛你就可想而知 那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本性 真的是要靠后天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升华 所以连这样子高僧都不例外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请注意 我们内在可能都有灌酬海水的成分 然后呢小说中的这十二猜 他们都一样受到这样的痛苦 所以这个十二字样呢 揭照应十二猜 意味着冷香丸的那个象征意义 不只是针对薛宝采而已 好所以呢那这个十二到底该怎么样来理解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说好了 如果把这个十二呢就跟十二猜连上了关系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冷香丸的药材的这四样花 也可以透过这个线索 也更清楚的证明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是正确的 也就是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 这个白牡丹的牡丹 小说中很明显是谁的代表花 薛宝采嘛 那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 这个白荷花是谁的代表花? 荷花香菱对不对? 好然后呢秋天的白芙蓉花蕊 那这个白芙蓉是谁的代表花? 林黛玉 那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 梅花是谁的代表花? 丽湾还有一个妙玉 那你们不要忘记太有趣了 妙玉跟李丸是两个人 以梅花为代表花的人 刚好有一个是老梅 其实就是白梅 另外一个却是什么颜色? 红梅 然后同样是梅花 一个呢还在以红色来宣誓它 依然烈火其功 不是吗? 所以我们的妙玉不是 几乎是一个跨界的有没有 既是性别的这个越界 又是一个阶级的越界 身份的越界 然后就是被 视为 也就是他的那个多年好友 行秀烟的一个评论 说他生不生 俗不俗 女不女 男不男 成个什么道理 有没有? 所以就各位可想而知 男哪 不过呢说实在 他也表现出我们人 其实很真实的样貌 那显然呢 他的修裂 因为他的年龄 因为他的火候 其实还不够 所以他还是带有一种 青春少女的那一份春心 那但是李丸不一样 他所受到的礼教的一个洗礼跟影响 从他一出生就开始了 所以他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白梅花的状态 所以由此来说 请各位注意了 这里的白梅呢 刚好可以做一个参照 告诉我们说 牡丹花变白色了 荷花呢也漂白了 那么芙蓉呢也不能够免除 这样一个稿素化约的命运 而芙蓉花不就是林黛玉跟秦文吗? 秦文因为16岁就找死 那么以林黛玉来讲 我们上一个单元不是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让大家看到林黛玉事实上后来是不是也走向了封建礼教的 闺秀淑女的那一条道路 有没有? 那就此来说 以至于我就逐步的联想到了 这个白会不会其实也就是一个礼教的象征 那么有的呢 从一出生就接受这个礼教 有的人呢 中途那么深受这个礼教的一个收编 而另外一个呢 早就已经变成礼教里面最完美的淑女 而因此呢都用这个白来显示 所以你看连芙蓉花的林黛玉 都要走向一个非常完美的淑女的这条道路 事实上这就是所谓十二财 她们作为贵族女性不能避免的一个终极命运 所以呢我想我把这个十二跟这个白色 然后加上各个花的代表全部加在一起来看 我认为冷香丸的一个设计 它事实上是要来呈现所有的女性 都不能够免除礼教的一种深刻的影响 那因此呢我们再回归最初所提醒大家的 冷香丸是在哪里炮制制成的呢 开虚幻境 而千红一窟万艳同碑群芳水 是不是也就是女性悲剧命运的代名词 那这么一来呢回应到这个冷香丸 恐怕呢请大家要注意了这个冷字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冷可以说是一种冷却 对不对 一种就是一种冷却 那使得呢那个美丽的香啊 而这个香在红楼梦里面 是不是也是有女性的象征意义 这也是传统的用法 什么软玉温香爆满怀有没有 那个香其实就是美丽的女性 所以会不会冷香丸有这样的意涵指的是说 这些美丽的少女们很可爱的少女们 她们终究呢都要不像那么高速的 然后呢被礼教所收编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呢 当然如果说你从一个人的活活泼泼的本性来看 这当然会是一种悲剧 那么所以呢它变成了跟太虚幻境 那三样茶酒香并列的另外一个这个连生体 那所以呢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冷香丸它会是群方碎千鸿一窟万艳同碑的同意词 可是呢当然我想事情不是那么的简单 我迷在跟大家说明哦 我们如果一直用一个单一的角度 单一的层次来理解红楼梦的话呢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冷香丸真的就是这样一个负面的意思吗 也许是会有我们刚刚提到过 那就这个情况而言呢 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情哦 宝钗只要一传授就得吃冷香丸对不对 那全书当中它什么时候传授过呢 要不要找一下太好玩了 我们第七回没有看到作者描述 他因为传授才吃冷香丸嘛 是先让他在家里面僵养 然后透过他跟周瑞嘉的一番对话 来说明这些情况 所以很明显他在家休息之前 他已经有传授的症状 只是小说中没有写到 那么可是从他的描述 有这样的症状跟这样服药的需要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继续来推演 呃我们薛宝钗什么时候 后来什么时候又有传授的一个症候 哈不就是第27回他铺叠吗 那一段最精彩嘛 有没有 他看到一对玉色的蝴蝶忽上忽下 那就引发了他的童心对不对 然后呢就去铺叠 那不是一段非常美丽的一段抒情文字吗 然后那一段我们作者就写到 因为铺叠要捏手捏脚 可是也要这个跑几步路 对他们这种龟秀女孩子来讲 这恐怕已经是一个蛮大的体力劳动 好体能劳动 然后真的啊 我最近看一些那个蝴蝶乐团的演奏喔 你们知道吗 我们都觉得演奏不是很简单吗 这样比来比去对不对 可是奇怪才比了十几分钟 那些指挥都满头大汗你知道吗 都变成那个头发狂扬 然后呢满头大汗的 然后就想你不要以为这样的动作很简单 持续一下其实真的就会满头大汗 所以小说描写铺叠后的宝钗是八个字 香焊淋漓 交喘细细 他喘了 喘再来就会咳嗽我知道 所以我再猜当他破碗叠之后呢 又要来一颗冷香丸 懂意思吗 那总之我把这个再做一个补充 原因是希望大家知道 当我们宝钗很难得的有了那一种活泼的脱轨的童心 这么一来冷香丸就要来压抑他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提醒喔 这个传授其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本能热情 应该是有道理的 因为确实嘛 人不可能完全就变成一个搞木死灰嘛 所以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于是呢冷香丸就是必须要随时准备着的喔 那当然我还要特别提醒你们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呢他除了花蕊之外还用了所谓的雨水 还有霜还有露水还有雪这四样东西 霜露雨跟雪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都是我们中医里面所归纳的天水类 天衣神水的那个天水就是由天而降的 虽然这个霜其实不是 你们知道现在都知道霜其实是在地表 然后呢因为夜晚遇冷之后水气凝结在草木啊 或者是建筑物表面的东西 其实他不是从天而降但是古人是把他归类在天水 认为他是从天而降 那么这么一来呢我又去考察了那个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很重要的 那简单来说啦你们可以自己一个一个去找 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些天水类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他们都是从天而降 因此古人认为他们非常干净 他们没有受到我们大地上 因为各种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各种尘埃的 所以连汉武帝他想要求仙的时候 他都刻意造个金铜仙人嘛对不对 然后呢让他有一个手掌 上面还有那个承路盘 就是希望说那个露水还没有降到人间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被承载 然后调制的那个仙药就会比较有效 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他承的路是只是那个 同盘自己本身凝结的啦 那不管那古人的一个理解是这样 那这个所以他第一个很干净 第二个他们几乎都是所谓的结晶 尤其是霜跟血 它都是一个结晶物喔 所以除了结晶之外 那么结晶到一个极点 它变成是一个精华的一个产物 那就是一个结晶体 那所以呢我们 我去把这些四样东西做一个考试之后 你们知道吗 那这四样东西啊 他在那个用在药物上面的一个药理是什么呢 请注意他们都是可以去毒的 好 那所以呢在中医里面这些其实都是去毒的 然后所以具有解毒的作用 所以就可想而知 我们保采的疾病是从他里带来的热毒 所以要化解这个毒呢 用的就是这些添水类 那是不是又非常吻合我们前面所说的 可是呢 这样提起来喔 可能不见得那么样子的严密 那么我只是希望说 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冷箱丸 一方面呢它可以解毒 可是这个毒呢不可能被完全化解掉 所以呢等到这个热情累积到一个程度 外化成为传授的病状 然后呢冷箱丸又得要来发挥它的作用 而这个说实在的是所有的女性十二猜 她们共同的密誉 那只是我要提醒大家 天水类它很洁净 它是一个洁净物 尤其霜跟雪 那么这又有没有正面的意涵呢 我认为有 那么这是我们在理解冷箱丸的时候 也应该要特别注意到的一点喔 表面上我们刚刚提到好像它就是一个 好像是压抑人性的礼教 然后呢好像就 就让所有的缤纷的色彩都被化约成单一 好像显得非常的无情 好像礼教就只是一个负面的 强害人性的那一种毒害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恐怕也不一定是喔 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冷箱丸 到底呢它对于人的作用到底只是一种 纯粹的压抑而已 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就要来 反对礼教然后解放情欲 然后呢每个人都当自己的主人 不必受到这个世界的约束 然后浪漫主义当然就进来了 真的只是这样吗 恐怕我们也把礼教看得太过简单 礼教呢它事实上非常有意思 我后来做了一点研究 应该不能说研究 我那方面实在是没有能力 应该说我是多做了一点阅读 我才慢慢了解到所谓的礼教 事实上呢有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意涵 那我现在没有办法的 跟大家做太多的说明 我只提醒大家 礼教有非常正面的地方 因为人性不保证它就是最可贵的 自然本能并不本 本身并不就是一种价值 那么要成为一种价值 它一定要经过后天的努力 所以请大家回顾 刚刚我们所说的孟子只不过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什么 四端 什么叫做端 那个四端是善端嘛 有没有什么修恶之心 慈让之心 侧隐之心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端 我后来终于明白我国中的时候 十三岁学到的那个端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端是什么意思 那么等到后来才终于理解到 你们知道端叫做什么吗 这什么意思 端是端倪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萌发的点 就像一个诱雅 是像一个针尖 大约是这样的意思懂吗 所以呢 孟子从来没有那么简单的说 人性本善 你错了 他说人性本善的意思只是说 你与生俱来拥有善端而已 不是说你就是一个善人了 那么简单 那我们每个人何必再那么努力呢 对不对 所以他才一直除了讲出善端 肯定每一个人都有向善的这一种禀赋 肯定你你真的可以变得更好 可是还有下面的功夫论 所以他才要讲什么 扩充之涵养之 有没有 才有一大套那些那么多的 成贤成圣的那种功夫论 所以你们要注意 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个扩充跟涵养 你那个四端很快就会被淹没啦 人有太多的邪恶啦 人有太多的恶意 那个都会使得呢我们的四端很快就像一个幼苗一样 就这样子的灼散了 就这样子的消失了 就死亡了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要后天的教育 那么后天的教育呢 就包含各式各样的道德的涵养 所以呢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 礼教可以说是非常正面的提升一个人的 有效的环境力量 未经兑气序 钟框子 哪有效的 有效者 是可愿é